今天要给你解读的书叫做《黎明十分的亚当和夏娃》,这本书的中文解释很含蓄,其实就是英文的本名,意思就是黎明十分的性爱。 黎明,在英语当中,往往代表着人类的进化,而副标题则是明确地说明了这本书的主题。 史前性行为的起源,作者谈论的不是亚当夏娃的宗教故事,而是人类性行为的进化。 18岁以下的孩子,请在父母的陪同下收听本期节目,男人和女人在性方面的区别很明显,用喜剧演员的话来说,男人就是消防员,时刻处于紧急状态,无论做什么事情,都能在两分钟内准备就绪。 至于女人,就像是一团火焰,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够燃烧起来,所以说,女人在做爱的时候是不着急的,她们比较低调,比较内敛,比较害羞,需要慢慢地来激发她们的热情。 然而,本书的作者却认为,这完全是错误的,是对人性的严重误解,本书旨在破除这种误解,分析人类性行为的真相。 亚当夏娃是黎明的作者克里斯托弗莱恩,心理学博士,畅销书作家卡西尔达杰萨,这两个人的共同爱好,让他们共同完成了这本书。 本书对一夫一妻制进行了大胆的剖析,从动物行为学,原始部落的性习俗,人类生理特征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,以还原人类性行为的真相。 为了弄清人类性行为的真相,作者首先花费大量篇幅,介绍了标准的两性关系叙事。 所谓标准叙事,就是大多数研究者认同的观点,包含了许多零散的观点,而非清晰的学术理论。 一般而言,人类的性行为标准是,年轻的男女在相遇的时候,都会下意识地评估对方的交配价值。 男性的标准是年轻貌美,身体健康,有生育潜力,而女性则要求男方身体健康,富有,勤劳,聪明等等,还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保障。 一旦两个人都合格了,他们就会同意交配,或者结成夫妻,成为一对稳定的伴侣。 但是,在婚姻中,男人和女人都有一种冲动,那就是有可能导致婚姻破裂。 在标准叙事理论体系中,稳定的配偶关系,加上偶尔的偷情冲动,被称为人类性行为的混合策略。 标准叙事,是许多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,他们深信不疑,经过媒体的广泛传播和日常观察,已经深入人心。 但是,作者并不认同标准的叙述方式。 他说,标准叙事的目的,就是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,然后,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攻击。 为了否定标准叙事,作者不惜与许多著名学者为敌,如莫里斯,白板平克,紫斯基因的道金斯,甚至达尔文,以及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。 这一大批名人的学术观点,都被作者给批判了,因为这些人都是标准叙事的支持者,也是他们构建了标准叙事的主要内容。 在作者看来,这些内容都是错误的。 在标准的叙述框架内,性行为基本上等同于卖淫,是女性用自己的幸福来换取生活资源的行为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,标准叙事无法解释人的本性,只能说明人类表面性行为起源于一万年前,农业文明之后,那么,究竟什么才是人的本性? 作者在开篇就指出,忘记人类起源的传说吧。 因此,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能用动物行为学来研究和解释。 标准叙事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,他们将黑猩猩作为人类的模板,并且通过对黑猩猩的研究,了解了人类的本性。 但是,作者认为标准的叙述对象可能是错误的。 事实上,人类的性行为更像窝黑猩猩,窝黑猩猩体型比黑猩猩要小很多,他们遵循的原则是交配,而不是战斗。 在群体中随意交配,几乎没有禁忌,交配频率是黑猩猩的好几倍,所以动物学家德瓦尔才会说,黑猩猩会全力交配,窝黑猩猩会通过交配来解决自己的权利。 也就是说,窝黑猩猩是多夫多妻子,如果人类在性行为上与窝黑猩猩相似,那就是多夫多妻子是人类的天性。 这正是作者所坚持的观点。 在农耕时代之前,狩猎和采集社会是没有固定配偶关系的,大多数年轻人都有多个性伴侣,这就是所谓的多夫多妻子。 后来因为农业文明的压制,人类开始向一夫一妻子转变,但是在人类的内心深处,仍然存在着多夫多妻子的生理特征,这也是他们不断偷情的根本原因。 女性的低调和内敛,其实是被男权压制的结果,是人类制造出来的。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婚姻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原因,这是个令人震惊的观点。 当然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支持。 但是,作者列出的证据究竟是什么,我想了想,证据大概有六个,我一一说,首先,作者以动物行为学为例,寻找支持其结论的例证。 道理很简单,如果能在动物世界中找到一夫一妻子的代表,那就说明人类实行一夫一妻子,有着坚实的动物行为学基础。 如果一夫一妻子只是动物世界的一种假象,那么人类就没有理由相信这是真的。 有趣的是作者的确找到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,以前,动物学家认为,动物世界里有很多一夫一妻子的动物,比如地企鹅,父母必须经常合作,结成稳定的夫妻关系,以坚强的意志力对抗恶劣的环境,轮流在风雪中复旦,另一方则要出海捕鱼,为后代提供营养,以保证后代的存活率。 长久以来,地企鹅都是一夫一妻子的典范,它们在暴风雪中勇往直前,感动了无数善良的人,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,这种理想已经彻底崩溃了。 仔细观察发现,一只地企鹅最多只能维持一年左右,当小企鹅年满十个月就能独立生活的时候,它们就会分道扬镳,连挥手告别的机会都没有。 地企鹅甚至可以组成一个三角家庭,有两个雄性轮流孵化一只雌性企鹅,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雌性和两个雄性都有一腿。 不仅如此,雌性企鹅还会卖淫,用交配换取石头来建造巢穴,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婚外情。 至此,地企鹅的人是彻底崩塌了,那些标准的科学家们,已经不愿意再提那些黑白相见的小家伙了。 如果说企鹅只是一种鸟类,而不是人类的话,那么另一种动物就是草原上的田鼠了。 它们和人类一样,都是一夫一妻制的典范,夫妻可以在一起守卫巢穴,抚养后代,永不分离。 一旦有一只死了,另一只就会守身如玉,孤独终老,再也不会嫁人了。 但是,研究人员仔细观察了三十多年草原田鼠,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。 草原田鼠和配偶相处的时间确实比较长,但是,只要有机会, 它们就会睡在一起,一夫一妻,这只是一种幌子,一夫一妻,只是人类的一种表现,既然是假的,那就没必要当真。 好吧,算了吧,动物,让我们再看看原始部落吧。 这是第二个重要证据,现存的原始部落,受现代文明影响较小,它们的行为更接近人类的本性。 观察结果,比黑猩猩更直观。 亚马逊丛林,委内瑞拉南美平原,甚至是巴布亚辛吉内亚的岛屿,虽然相隔遥远,甚至隔着海洋,但它们的生殖观念却是一模一样的。 相信孩子比父亲更需要很多爸爸。 研究人员认为,受孕过程实际上是由不同父亲的精子慢慢积累起来的,女人性成熟之后,就会有一点怀孕的迹象,精子越多,胎儿就越强壮。 对她们来说,男人的精业就像女人的乳质一样重要,是后代健康成长的先决条件。 正因为如此,女人才会和很多男人发生性关系,这样她们的孩子就不用担心会变成杂种了。 相反,她们会得到很多男人的照顾,甚至比那些只任一个父亲的孩子活下来的几率还要大,而男人之间因为有了共同的孩子,所以更加的团结。 在这个意义上,性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增值,也是为了社交,这种想法在现代社会是很可笑的。 但不得不说,性生活可以增强团队的凝聚力,有效的应对不确定因素。 库克船长在1769年来到达塔西提岛时,就注意到了这一奇特的习俗。 当地人可以在公众面前公开做爱,就像握手一样自然,许多船员都趁机上岸,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激情。 当地人很喜欢铁骑,所以船员们只需要一根铁钉,就可以得到一夜的春梦。 所以当他们离开这个岛的时候,所有的船员都必须睡在甲板上,因为他们的吊床已经被撬开了,这些原始部落的表现,才是真正的人类本性。 文明社会里,女人压抑性欲,完全是因为文化的驱使,而文化的力量,有时候并不能完全压制生物的力量。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无法控制偷情的原因,文明社会甚至不惜用死刑来惩罚通奸。 由此可见,一夫一妻绝对不是人的天性。 换句话说,多夫多妻制更符合人类的天性,人类之所以能像窝黑猩猩一样,进化出持续发情的特性。 正是因为多夫多妻制,很多动物,只有在特定的季节才会发情。 小猫这种小型的动物,一般都是在春天才会发情,而人类,则是一年四季都会发情。 人类和窝黑猩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持续发情,而其他灵长类动物,却很少有这种特征。 持续发情的直接结果就是雄性之间的竞争会降低,因为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交配机会,不再需要相互竞争。 随着雄性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弱,雄性联盟的力量自然也就越来越弱,大家都不需要拉帮结派,互相仇视,而是在一起其乐融融,享受着自己的生活。 雄性们分不清谁是自己的孩子,也分不清谁是不是自己的孩子,最好的办法就是照顾好孩子,让孩子们的存活率更高。 因此,持续发情是直接导致多夫多妻制的,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指向一夫一妻制,逻辑很简单,既然有了持续发情的能力,那么持续发情就等于浪费了一段时间的机会。 持续发情并非唯一的生物证据支持多夫多妻制,人类的生理特征也具有相似的功能,它们几乎构成了一条完美的证据链,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多夫多妻制。 比如,作者看中的第四条证据,就是男女身高的差距。身高上的差距,并不是人类独有的,而是动物世界里的一种现象。 在动物世界里,有一个特殊的名词,叫做性别和性别。 故名思义,成年动物的身高和雌性是不同的,有些动物的体型比雄性大,有些动物的体型比雌性大,黑猩猩和窝黑猩猩都属于后者,男性通常比女性高10%到20%,这种现象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存在,并且持续超过200,000年。 那么男性和女性的身高差异又意味着什么呢?原来在哺乳动物中,尤其是灵长类动物中,雌雄的身高是一个重要指标,能够反映出竞争交配的激烈程度。 如果交配的机会很少,那么雄性就必须拥有强大的身体,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交配资源。 雄性越大,交配的机会也就越大。 典型的银背猩猩,雄性银背大猩猩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,占据了族群当中所有的雌性,所以它们的交配机会自然是非常丰富的。 而那些有机会交配的动物,则不需要进行激烈的竞争,所以雄性银背大猩猩的体型并不大。 所以雌性银背大猩猩的体型并不大。 比如长臂猿主要是一夫一妻治,雄性和雌性在体型上几乎没有差别,交配活动单调乏味。 人类的身高差距介于大猩猩和长臂猿之间,不算太大,但也不算太大,这说明人类的交配竞争激烈,程度介于两者之间,具体的说,人类并不是一夫多妻制或一夫一妻制,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窝黑猩猩,属于多夫多妻制。 第五点,作者给出的证据,让我们来看看,同样基于生理学特点,运用精子战争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,所谓精业之战,就是男人的精业与男人的精业之战,为了击败对手,这些精子居然分成了不同的分工,有的负责拦截,有的负责奔跑,最终的目标就是超越对手,抢先一步击中卵子。 动物学家首先发现了孔雀与体内的精子战争现象,随后又有果蝇进一步证实,最终发现人类也存在精子战争,那么精子战争是什么意思呢? 试想一下精子需要战争的条件是什么?当然,不同的精子混合在一起,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,精子也是一样,但为什么不同的精子会在同一个地方混合呢?答案只有一个,那就是多夫多妻制。 如果人类已经实行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,那么谁来争夺精子呢?所以,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精子战争,在多夫多妻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,如果这只是一种无声的证据,那么作者找到了一种声音,那就是女性在做爱的时候发出的声音。 这种声音被科学家们称之为女性性交,这种现象让人类学家们困惑了很长时间,为什么女性在做爱时要大声喧哗? 而且这种声音非常独特,除了在做爱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声音之外,其他时候都不会出现。 如果是在一栋人声鼎沸的大楼里面,稍微有点动静,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,那不是自讨苦吃吗? 事实上,在很多情况下,大喊大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,就像是在召唤烈士者,让他吃东西一样。 所以说,这种行为肯定是有进化价值的,那么它又有什么意义呢? 其实,这是一种通知,也是一种交配的信号,也是一种邀请潜在的对象,让对方赶紧过来,进行一场惊艳之战。 这一观点虽然奇怪,却得到了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证实。 原来叫床并非人类女性独有,而是灵长类动物中普遍存在的现象,比如肺肺,它们在交配的时候,会发出复杂的声音,让其他雄性迅速向现场靠拢,并且随时准备接龙。 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里,人类多夫多妻制的本性仍然深深地烙印着,成年人都知道,只有结婚不能结婚,没有离婚不能结婚。 事实上,这种文化设计已经为多夫多妻制留有余地,正是由于多夫多妻制的潜在冲动,导致了人类核心家庭观念的崩溃,各种丑闻层出不穷,如离婚、婚外情等等。 社会学家们呼吁保护家庭观念,用法律和道德来捍卫传统价值观,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,啊,这就是黎明当中。 亚当夏娃提出的主要观点,本书作者认为,一夫一妻制只是文化进化的产物,不是生物进化的产物。 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看,很难找到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动物,就生理特征而言,人类特有的持续发情,男女身高差异以及精子战争,充分证明了多夫多妻制。 这就是为什么多夫多妻制是人类最本质的原因。 当然,这些都是有争议的,虽然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自己的观点,但是证据的使用却是有选择性的,所以很多证据都被忽略了,比如南美的亚马逊地区,就有一种典型的独生子女制度。 另外,原始部落的多夫多妻制都在偏远地区,这是因为多夫多妻制和亦夫多妻的社会竞争而导致的。 而且,标准的叙述方式并没有作者所说的那么死板,主流的人类学家已经承认了人类是假的亦夫亦妻制,或者说,他们承认了多夫多妻制。 不过,亦夫亦妻制是大多数社会的主流,毕竟人类的后代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长起来,而且生育成本也很高,这就要求有一个稳定的配偶制。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,多夫多妻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,作者的观点是有理由的,或许,著名的进化论学者古尔德说的没错,200万年前人类生活的细节,谁又知道呢? 虽然作者对问题的看法可能有偏差,但他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行为。 好吧,亚当和夏娃在黎明的书里已经给你解释过了,音频下面有听书笔记,明天见。